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2月22日2023年 直通德班国拼士兵赛选拔赛 女担半决赛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家和我介绍的是 由孙颖莎对阵何卓嘉的比赛 孙颖莎成获的WTT世界杯女担冠军能得 现在的孙颖莎年龄才只有22岁 也是中国女拼的主力巡奏 而这个何卓嘉成获的WTT常规挑战赛 女担冠军能得 所以说也是国拼的名将 这样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提醒了精彩的画面 比赛的时候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的 双方很快将比分战成了3比3战片 不过孙颖莎突然发力 以一波4比0的冲击波 瞬间将比分拉开了 但是何卓嘉也非常顽强 在不断给孙颖莎制造主案 当双方比分战成9比5的时候 何卓嘉更是打了非常刁壮的球 让孙颖莎有点食料危机 不过孙颖莎马上利用自己的发球局 以两连机直接带走了首局 第一局孙颖莎以11比7倾下一层 比赛进入第二局的较量 结果双方一上来又开始了拉锯战 双方很快战成了5比5 不过孙颖莎利用自己的发球局 发出了神奇发球 打了对手一个错不激发 因为在前面几场比赛中 何卓嘉的发球就是会让对手感到迷惑性 何卓嘉时常都是以发球直接得风 然而今天碰到孙颖莎 似乎神奇发球有点失效了 皇后被孙颖莎心发自乐 当孙颖莎以6比7落后的时候 只见孙颖莎开始爆发 打了对手一个5比0的五连击 直接打门对手带走了本局 第二局孙颖莎以11比7再下一撑 前面两局双方战成了两个11比7 可见二者打得还是非常焦灼的 比赛进入第三局的较量 结果本局何卓嘉也给孙颖莎造成了不小的主弯 二者打得非常焦灼 双方多次暂停笔锋 双方一直僵持到了11比11 关键时刻 孙颖莎承住了气 以连续次次防守造成对手失误 拿到了赛点 接下来孙颖莎继续发起孙颖莎的故事带走了比赛 孙颖莎以13比11赢下的比赛 最终孙颖莎以大比分3比0核扫对手获胜 孙颖莎也成功晋级女单决赛 也期待孙颖莎在决赛中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来孙颖莎这次有我大嫂相伴 我们下期见会